欢迎大家来到新青年历史 这是一段中国远征军的珍贵历史影像 大家知道抗战中的远征军的事件吗? 1942年2月 中国远征军成立 下辖第五军、第六军和第66军 同年4月 孙立仁率新38师抵达缅甸 参加曼德勒会战 1942年4月17日 西线英军步兵第一师 即装甲第七旅 被日军包围于仁安枪、梁静弹缺、水源断绝 陷于绝境 18日凌晨 孙立仁亲自从曼德勒赶往前线指挥113团 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 上午便攻克了日军阵地 兼敌一个大队 解了7000英免军之围 并就出了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 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余人 仁安枪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冕后第一个胜仗 孙立仁以不满1000的兵力 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 并就出近期被遇及的友军轰动全球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段珍贵的影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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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